另外来看到县府今年接获12件有关罗东镇违建的监取案 也依法行文给公所查报 但至今仍然没有下文 为了避免这些违建引发公安的问题 县府建设处计划下个礼拜 要邀请各乡镇市公所开启条会 希望公所可以确实做好违建的查报工作 维护市容警官以及公共安全 县政府建设处表示 罗东镇公所去年每个月平均违建查报有3到5件 今年到目前为止却只有一件 另外县政府今年也依法行文 请公所查报12件违建检举案 可是至今仍无下文 显示公所在这方面不够积极 按照我们这个违章建筑的统计资料 去年罗东镇公所大概平均每个月都有3到5件的查报量 但是从12月底一直到今年的这个情形 是除了在1月份的时候有一件之外 农历年过后到目前都没有 但是县政府这边其实一直在接受到人民的澄清或者是检举 那我们从今年的1月份 其实大概总共先先后后发了12次的公文 有25件有25个处所的这个违章建筑 要麻烦公所来做查报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完成这个查报的作业 对此公所也提出澄清 镇长林芝妙表示 针对县政府行文要求查报的案件 公所大都以宣导的方式 希望民众能自行处理 欢迎违章建筑的部分 公所希望在居中协调的角色 减少县政府与正民的冲突 所以公所尽量以宣导的方式 希望民众自行处理 但是我们如果县府政策是一定要公所配合查报 那公所也必须要配合 但是还是希望宣导民众能够尽量自行处理 减少了冲突 为了不让违建引起公安问题 建设处将会在下个礼拜邀及各乡镇市公所来开会 希望透过协调的方式 要求公所做好违建查报工作 共同维护市容景观 和民众的公共安全 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上面来看 其实维护民众的公安 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违章建筑查报作业上面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透过一个协调会 请各公所都来配合 站在维护公安的立场上面 也站在处理违章建筑的角度上面 那请各公所来帮忙 共同来处理违章建筑的事情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